好 在這次的影片呢 你會學到 從瑞克 從無道友 建模 然後上材質 整個過程 都會學習到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呢 我們就先用個怎樣 用個怎樣 UV Sphere UV的球 沒錯 然後呢 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把它下面的點刪掉 然後把它上面往上挪一點 這邊 複製一個到下面 然後 旋轉180度 OK 然後呢 這裡要注意我們選中上面的那一環跟下面那一環 Add G這裡 Bridge Add G Loops 好 他們就會連起來 這個是在做瑞克的頭 好 那有了頭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他的眼睛 一樣是用UV的這個球 好 然後呢 我們把它鏡像過去 這樣你就有了一個眼睛 好 眼睛做完之後來做鼻子 好 鼻子很簡單 好 先把頭拉上去之後 然後呢 我們來開始做身體 好 首先先用一個面 然後進入編輯模式 選中點 然後將他們 按M Merge 起來 往上滑之後呢 打開你的 X-ray 然後 Extrude 往下 往右 好 好 再來呢 要鏡像 好 這裡是他的手 稍微拉開一點 好 這段是他的胸身體的部分 OK 然後呢 再來做他的腳 好 基本的身體都有了 然後我們加一個Skin的Modify 再加一個細分表面 好 再來呢 我們要調整他 點的大小 選中點之後 按Ctrl A 就可以 他就可以自由縮放他的點 大小 那我們把身體放大 然後手掌稍微縮小 好 把身體往下一點 然後呢 我們選中脖子這一段 選中上面跟下面的點 然後Subdivide 讓他中間多一個點 讓他比較有支撐性 往下之後呢 一樣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他的大小 腳也調整一下 手再調整一下 好 我們多一個手肘 然後再出來一個手 稍微調整我們整個人身體的比例 因為現在頭有點太大了 稍微把身體放大一點 讓他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好 調整完之後 往上放一點 稍微把他的手肘往上 到比較 一半的位置 好 那我們腳也是 選中上下的點 然後Subdivide 也是一樣 增加他膝蓋的那個補位 然後我們就依照你個人的喜好 看他有什麼姿勢都可以 好 再來呢 我們新增一個cube 我們要來做他的外套 好 然後呢 切開 然後把旁邊的點刪掉 這樣子的動作是為了要讓他可以進向 這樣我們模型就只要做一邊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快速的 讓他形成一個外套的樣子 然後 手的位置 好 OK 然後身體拉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他中間的點分開了 那我們就右邊的clipping.co clipping.co 然後 把他往中間稍微挪 他就會自己連住 連住中間的點 好 然後再調整一下位置 再一段出來 當他那個外套的尾翼那邊 好 那增加一個細分表面之後呢 我們把一些 需要搖緊的地方 再用Ctrl R 把它拉緊 好 好 然後選中中間的 扣子的部分 按V V喔 打勾的那個V喔 好 然後讓他分開 往旁邊挪 然後選中中間的面 把它刪掉 如果你沒有刪掉 有可能就會出一些錯誤 下面的面也刪掉 然後調整一下 他袖口大小 領口的大小 好 然後再往下拉一點 好 然後把一些地方拉緊 刪掉一些面 讓他的袖口可以出來 好 這時候呢我覺得他的手離身體太近了 所以我決定把他的 手稍微往外擴張一點 先調整我們手的點 然後再調整我們的外套 好 在做的時候記得都要打開你的Xray 不然你後面的點就會選不太到 就會很麻煩 好 這時候呢我們選中這一圈的線 然後我們把下面的線刪掉 然後留住上面的線 這樣讓他整個看起來不至於太正方性 讓他的邊邊比較圓弧的感覺 然後把多餘的點刪掉 好 好 再來呢我們做他的 T恤 裡面的內衣 這裡我們就直接暴力用個Cube 然後 直接做成一個 外套 衣服的樣子 好 那裡面那件衣服呢 跟外套的做法是一樣 我們就不要再 花太多時間來看他了 好 完成衣服之後 然後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外套的大小 往外一點 讓他兩個人不要太緊 OK 然後呢 我們來做他的 腰帶 用一個圓柱體 然後一樣 增加一個細分表面 中間切一刀 然後Bevel一下 往上推緊 然後 然後 Y軸呢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讓他比較符合我們的腰身 後面的外套一樣 有吃到的地方我們就把它拉開就好 好 我們再把多餘的 肩膀那邊的線也整理一下 然後把手肘的地方給拉緊 再回來我們的腰帶 我們先把上下的面都刪掉 ALT加1 往內縮 好 然後呢 選中前面這一圈 ALT按住去點他 然後一樣在ALT加1 往外再 弄出來 把它 推出來 記得勾這個 Offset Even 然後我們再做一次 因為第1次他不夠緊 第2次 讓他整個輪廓更明顯 好 然後呢 Ctrl加加 按數字小鍵盤上的加 讓他去往回選兩圈 然後這裡我們先用一顆材質球當他的腰帶的底色 然後我們就不管他 我們就直接 再加一個新的 我們調成黃色之後再加一個新的 這個呢就是我們中間的那個金屬環的部分 直接Assign 就可以了 好 然後回來 我們把它大小稍微調整一下 調大然後往內推 OK 腰帶就先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看我們的身體 我們要Shade Smooth都會不能用 我們要先Apply我們的Modify 他才可以變成真正的面 好 OK那回到我們的身體 我們把腰往下一點到我們腰帶的部分 我們這個動作是為了把褲子分開 選中褲子 好右鍵 Separate Selection 好然後點一下 就完成了 褲子就被我們分出來 一樣把下面的面刪掉 成為我們的褲管 好再來我們做我們的襪子 先一個圓柱體 然後呢一個Cube 拉出來 切刀 一處上去 好 然後細分表面 把上面的面刪掉 Ctrl加R 再一個Ctrl加R往下 鞋底的部分 然後呢選中這兩條 線然後我們按V 一樣勾勾的V喔 好 讓它分離出來 好 然後呢我們調整一下這個鞋子的輪廓 內收 然後一樣Shade Smooth 好那很快的調整一下我們鞋子的比例 OK 調整完之後我們要加一個厚度 Solidify 那記得把它拉到最上面 它才可以正常的顯示喔 好調整完之後呢 一樣 繼續調整一下我們鞋子的比例 OK 襪子我們Shade Smooth會發現它跑掉了 那我們就把它上下的面刪掉 這個問題就被我們解決了 一樣Ctrl加R 選中下面這一環 然後ALT加E 一樣 讓它擠出 這一圈是為了做我們的襪子 所以呢一樣我們先新增一個材質球當我們 整隻腳的底色 再選你要的襪子的顏色 然後Assign OK然後呢 再來到我們這裡 勾勾打勾這個 Alt Smooth 如果你沒有插鍵就要用這個 它就可以很快的 搞定你不平滑的音 調整一下鞋子的角度 然後新建一個圓柱體 再來我們製作它的頭髮 這裡呢你要用 25個 那個圓柱體要用25 跳著選完線之後 S把它放大 好你會發現少一個地方但沒關係 全選之後 把它旋轉到你的 最下面它就對稱了 調整一下大小 然後呢我們中間切一刀 然後按J J把它連起來 這裡也是J盤 這樣子的目的是為了從正中間切開 然後一樣是為了鏡像 這樣我們就只要做一邊的頭髮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 Clipping要打勾 Clipping要打勾 中間的縫縫一樣 我們往內推 全選 然後往內推 它自己就會自動幫你連起來了 Clipping一定要打勾 然後我們把頭髮弄得 位置稍微像一點 OK 再調整一下 再調整一下 對了 好 那回到我們的手 我們把下面的面一樣刪掉 好 那我們再來製作我們的手掌心了 一樣一個cube 然後切 單刀 因為有四根手指頭嘛 這次我們一樣 但是你要選第2個 individual face 這個 然後上面呢 我們要選中這個individual origins 它才會 四個面單獨去做縮放 而不是以 四個面的中心點去縮放 然後呢 手掌切一刀 往下把它拉緊一點 這樣等一下 細分表面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那一樣 稍微調整一下它的比例 喔 好 拉一拉 讓它看起來比較像手一點 然後該拉緊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拉緊 好 這樣子一個手的雛形就出來了 OK 然後呢調整一下角度跟大小 我們來做它的大拇指 extrude 往內縮小 然後再extrude拉出來 好 這樣你就有一個 大拇指了 一樣 再把它收緊一下 調整一下 好 這樣你就完成了你的手 鏡像過去之後呢 我們接著 來製作它的 眼睛 的材質 這個第1個按的是眼睛 然後我們再進去編輯模式 再新增一顆彩質球 然後調成黑色 選中中間這一圈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UV球的原因 好 再來鼻子 我們把它旋轉 然後拉出來一點點 好 再來我們要來雕它的臉了 然後按4次 我們先用這個Multrase 然後來到我們的Sculpture mode 這邊就看你想要怎麼雕了啦 我們就不特地講它的內容了 就是先把它嘴巴雕出來 然後把嘴巴兩邊的那個推出來一點 然後再來畫它的眼睛 這裡 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要畫這個 上面那個 XMIRROR 要記得打開 那你如果有時候沒有MIRROR 可能是因為你旋轉到 亂動 你就要Ctrl A 把它先Rotation Scale Apply掉 再來呢 我們做一下它的 眼皮 一樣用UV Sphere 然後調整到跟眼球 一樣的位置 稍微大一點 然後把下面的面 下面的點刪掉 然後厚度弄出來 你就可以做完你的眼皮了 很快 好 再來呢 用一個Cube 我們來做它的眉毛 一樣 很簡單 這個就是直接細分表面 然後 你增加個幾圈 然後再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就完成了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把這些簡單的材質 上一上 然後你就 完成了你的 瑞克了 好 OK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希望你有在裡面學到什麼 以上呢 就是這期影片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訂閱按讚 分享 OK 然後很快的已經500個訂閱了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這個更新的時間呢 也會盡量的 再加速一點 那我也會繼續努力 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 掰掰 喔 他没參加 說 你